凌晨兩點多 高雄的警方在左營區的明華 一路上這一間主題餐廳 是大動作的盤查 因為這個接貨 屏東縣警局的轉報 說有人報案 一名蔡信男子在這裡 遭到九個人限制自由 要求要交付新台幣四十萬 才肯放人 來聽一下警方的說法 這名蔡信男子 被這個九個人限制自由之後 趕快傳訊息 向媽媽來求救 所以這媽媽是立刻打電話 請警方幫忙 而在警方一到現場之後 果然發現 三更半夜 這裡還非常的多人 不過他們向警方表示 沒有限制自由 只是在做這個債務的協商 不過這個說法 恐怕讓家屬很難接受 不過幸好現在人士安全找了回來